今天趁着中午休的时间 打包了一份外卖 过来看一下我们的移动城堡 这样子的一份白菜猪肉馅的水饺 15个 加上打包盒1块钱 一共是18块钱 杭州这边的物价还是有点高的 有句话叫啥 如果说我们想要接近一个目标 最好最快的方法 就是先物理上接近这个东西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说你想干一件事情 你在做了适当的准备工作之后 你怎么样快速的时间突破呢 就啥也别讲 首先你先把你这个肉身 放到那个东西的旁边去 你肉身接近了那个事物 那么你可能就会有各种机会 各种想法 能快速的把你的目标给实现 这句话我觉得讲的非常有道理 下午我身为一名床车的主播 但是我生活工作其实还是挺苦逼的 我是大澳洲 然后周末也没什么时间出现拍片 然后有时候周末的时候 家里也有事嘛 因为还有小孩老婆之类的事情啊 所以的话我的创作实际上是受到非常多的限制的 那怎么办呢 还好 好就好在我的家里 我的公司非常的近 然后我中午 午休大概一个半的小时的时间 我都能够给它用起来 到外面去来做一些事情啊 所以的话咱们对吧 就趁着中午午休的时间来清静一下咱们一东城堡 只要咱们肉身在车上就会有各种的想法 各种的idea去想一些话题 想一些素材来水一些视频 对不对 咱们也不能光干饭啊 对吧 跟大家讲点什么的 就大通V80这个车啊 它性价比确实非常的高了 但是使用了那么一年多下来感觉还是会有一些小毛病啊 大家看我这个驾驶位的挡风玻璃啊 这个车窗玻璃上的贴膜 这里啊 这里是有一个很大的洞 然后这下面这里 这里看不太清 也有一个小小的洞 然后这里啊 这个地方也有一个被碰撞之后形成的贴膜的损坏的痕迹 为什么会有这个洞呢 并不是我手肘碰的 手肘是碰不出来的 主要就是因为这个车子的安全带 我们现在把安全带扣起来 OK扣起来之后 我们解开安全带 大家注意观察这里啊 看到没有 砰一下就撞上去了 这边这个扣子能够调节安全带的高低 比方说能够把安全带往上推 或者是给它往下移啊 但经过我实测的话 调节这个对于咱们碰撞玻璃的问题是也是没有任何的改善了 它无非就是碰撞的地方有可能会不一样 但是一样还是会撞到这个玻璃 就这个安全带啊 它绝对是有问题的 当我们松开的时候 它是像子弹一样的碰一下撞到这个车窗上啊 有时候我都担心这个车窗的玻璃可能会被它给砸坏掉 所以的话 这个贴膜啊就是被它这个安全带的铁头 被它这个铁头啊给砸出来的啊 然后咱们回到平常代步的这辆丰田车上来啊 它就没有大通V80那种各种稀奇古怪的小毛病啊 就比方说这个安全带 我们现在把它解开 大家看 非常柔顺啊 非常温柔的 它就自己就 缓缓的弹上来了 不会对咱们的这个玻璃和贴膜 产生任何的威胁 对吧 大通V80这个车啊 性价比确实是高的 但是就是 类似这种稀奇古怪的小毛病 真的是不少 整体来说还挺好 如果说 再买一次的话 我可能还是会选的 OK 一点多了 我要回去上班了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